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好 小鸽子下窝以后的管理 是一个非常细心的工作 也是一项不容忽视的工作 小鸽子下窝最开始的几天 是尤为关键 朋友们一定要细心一点 我们有些朋友经验不足 小鸽子下窝以后就不管了 每天喂一下时水放在那里 也不检查 这样呢有一群小鸽子发生了状况 他也不知道 就在昨天晚上 有一个朋友在问我 他说我家的小鸽子下窝已经四五天了 咱们有几只小鸽子 越来越瘦在拿绿变 你给我看一下这个需要用什么药 我就询问了一下这几只鸽子的情况 他跟我说了 我说你太不细心了 也是太不负责任了 把小鸽子弄成这样你都不知道 原来是什么呢 他说他的小鸽子不吃 也不喝 腊女便 我问了以后才知道 他犯了一个非常积极的错 也就是粗心大意 没有管理好 朋友们都知道鸽子下窝以后 饿了他会吃粮食 饿上一天还是两天 他看到其他的鸽子吃粮食 他就会去吃粮食 是饿不死他的 关键的一下呢 不能忽视 就是喝水 因为水是放在水壶里的 有些鸽子喝水 但是有些鸽子呢 他却不知道在哪里有水喝 有些朋友呢 小鸽子在没离开清鸽之前 也没有让他锻炼去喝水 所以呢 小鸽子不知道喝水 水壶命运就放在哪里 他却不知道 像这样 没人及时学会喝水的小鸽子 他不可能再吃粮食了 目前呢 发展成销瘦 拉滤变 自己又没有经验 还以为小鸽子是病 是小鸽子呢 吃水 脱水的样子 小鸽子销瘦 那么这几次怎么做呢 朋友们 如果是在配的龙醋鱼的话呢 可以像我一样 把那个炒香边上来 挂上石槽 保健沙 另外还要挂上一个水槽 因为小鸽子有十几天以后 他会跟着老鸽子 学吃粮食 没下窝之前 他已经学会喝水了 那么下窝以后 他很快的就熟悉了 习惯了 在水壶里面喝水 小鸽子下窝的前几天 我们一定要细心的观察 如果发现那只鸽子 吃粮食 没有精神 你要检查一下 是不是很消瘦 你检查一下 他素朗里面 有没有粮食 如果素朗里面 又没有粮食 又很消瘦的话 肯定 他是不会喝水的 你可以 把小鸽子抓着 把他的嘴巴 放到水壶里面 让他可以喝水 小鸽子只要 喝过一次以后 他就会了 对于像由于缺水 造成虚脱的小鸽子 你可以使用 纯中药的 幼隔墙状丸 每天给它塞点泥 让鸽子快速的吸收营养 让它恢复体质 是很有效的 幼隔墙状丸 好的 谢谢朋友们对我一万以来的关心和支持 朋友们 再见 再见